台湾第一間Snooby主題咖啡館今天開幕了 吸引了大批的粉絲帶著性愛的Snooby到場觀禮 高雄市議長康玉成參加開幕剪載說 自己是Snooby的頭號粉絲 樂見Snooby帶動高雄文創產業的新生 Snooby粉絲們看過來今後不必出國 在高雄就可以看到Snooby、查理布朗等主角的身影 它有很多的商品都是絕版的 然後就會勾起小時候很多的回憶 從天花板、牆面、塗窗到處看得到Snooby漫畫人物 蛋糕也是漫畫人物圖案 製作很精緻 可愛程度破表讓人捨不得吃掉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場地 當成在高雄地區的文創藝文的基地 也就是喜歡藝文活動或者歡樂的朋友們 都可以來跟我們接觸 我很樂見有這樣子的店在高雄 除了帶給人民歡樂以外 也帶動高雄各種文創產業的興盛 頭號粉絲康玉成可不可愛 Snooby主題咖啡館2005年在香港開幕後 陸續在韓國、新加坡、泰國等國家開設分店 台灣第一家店位在高雄捷運巨蛋站附近 吸引各地Snooby迷前來朝聖 天天門庭弱勢 新唐爾太電視李眷榮、林宏觀 台灣高雄採訪報導